人称美食天堂的香港 饮食文化独具特色 很多人相将行就是不停地吃 不过吃也要吃出新花样 把传统的路边小吃鸡蛋仔搬进店面 口味也是改良版 一层层雪糕奶冻搭配骨片 最后再放上意大利式手工冰淇淋 还有主角鸡蛋仔 融合中西方口味的创意甜点 大获好评 曾被英国殖民的香港深受西方影响 也酿造出中西融合的独有文化 在湾仔这里有条充满欧陆风格的林荫大道 当然也少不了特色美食 牛肉起司披萨饼皮换成印度薄饼 烤春鸡用香草汁搭配斑兰叶 金属锅成猪脚 淋的汤底确是肉骨茶 二楼用餐区墙上挂着充满东方味的 少女化和蒸笼 一楼又变成充满英式风格的酒吧 这里的一切全都带了点混血味 来到香港一定不能错过 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在铜锣湾这边新开了一间酒吧餐厅 不仅位置绝佳 从26楼看出去美景尽收眼底 在这里还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的海鲜 天台酒吧景观无懈可及 鲜活海产摆在眼前 餐厅内走华丽复古风 吃海鲜也吃得很有品味 调酒师自创创意调酒 搭配满桌的海鲜青食 吃起来无负担 却很满足 融合美食美酒与美景 在步调忙碌的香港 享受一点 惬意时光 三立新闻张修贤 赵代新在香港的采访报道